第八十一章 星辰与大陆 楚舵主的话让三人皆是一惊 尤其是陆阳 他想到了更多东西 在刚进入问道宗的时候 问道宗给过一张宗门大致地图 上面标着问道宗方圆十万里 方圆十万里是什么概念 那比十个地球摊开了都大 考虑到点击里描写的练须七 合体七大能的手段 也只有这磨大的地方 才能让他们放开手脚施展神通 宗门有许多禁地 这些禁地大多数都是修仙大能斗法用的 修位不够的擦岛边都会死于非命 入宗时大师姐说 宗门非三言两语能讲清楚 你们日后可逐渐探索 不是因为他懒得介绍 问道宗确实大道需要逐步探索 这摩想来 问道宗有可能是数个星球摊开后的结果 问道宗所站的地方不过是中央大陆的一角 很难想象中央大陆到底有多大 楚舵主继续说道 上古年间 有生命的星辰有成千上万颗 甚至更多 具体数量已经无法考证 上古的修士们修炼到化神器 便无需借助法宝 可以从一颗星辰飞到另一颗星辰 那时整个宇宙随处可见被损坏的星辰 那是修士斗法产生的破坏 上古之繁华 当真是令人心持神亡 那时诞生了多少神话传说 造就多少修仙大能 那时候的修仙大能较量实力 看的都是一击能摧毁多少星球 较量势力 比的都是 麾下有多少生命星球 上古繁华到鼎盛时 有一位存在出手 他将漫天星沉练化为一整座大陆 有生命得星球也好 无生命得星球也罢 都逃不过他的魔掌 中央大陆生机盎然 那是因为 这里曾经是生命星辰 最适合修炼的地方 中央大陆以东的汪洋 曾经是被海水覆盖的星辰 中央大陆以西的金色佛国 曾经是无法居住的死寂星辰 南方腰狱 极北之地皆是同理 楚舵主的话无异于 刷新了路阳三人的认知 他们从未想过 脚下的土地 是被人炼化的星辰 这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到底是谁炼化了星辰 路阳问道 楚舵主摇头 并非是路阳级别不够 而是他真的不知道 真身已无法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位存在 绝对是仙人 这等超越繁俗的伟丽 绝非度节气能做到的 那位存在 为何要炼化星辰为大陆 用的又是何种手段 都是未解之谜 楚舵主继续说道 可以确定的是 那位存在炼化星辰的手段 极其粗暴 并无仁慈之心 摆弄星辰 生活在星辰上的人 能有多少活下来 便是连寻常修事 都难以活命 凡是活下来的 不是因为修位高 而是运气好 当时崛起的天骄与大能 出手阻拦 皆被那位存在 打成血物 顿入轮回 幸好当时不朽仙人出手 保住了大部分的人族 这才不至于让人族断代 繁盛到极点的大势 破灭崩溃 漫长的岁月里 见不到一位天才 那位存在身在何处 无法知晓 但他绝对没有死 大势到来 说不定那位存在也会出现 到那时 他要是大开杀戒 谁能拦得住 只有不朽仙人 所以于公于私 我们都要复活不朽仙人 复活不朽仙人死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若是不复活 不朽仙人 说不定整个人族都会毁于一旦 可恨正道那些 位子认为占据了大意 却不知 我们不朽教也是为了人族献身的那一个 楚舵主说的斩钉截铁 眼神透露着坚毅 从大意上讲 他们杀人是为了救人 从自身讲 他们杀人有了正当理由 杀得心安理得 不朽教之所以只招收魔道中人 是因为这一套说辞 是最贴合魔道修士心理的 路阳心一惊 单听楚舵主的这一番言论 怕是真的要疯狂的信封不朽仙人 祈求仙人就是 楚舵主说的这番话 不一定未真 或者说 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路阳不相信 问道宗对上古之事一无所知 不相信大师姐对此毫无准备 孟景周问道 既然如此 为何不和正道合作 大家一起努力 岂不更容易成功 楚舵主冷笑 谁能保证当时炼化星辰的存在 没有隐藏在正道 教祖经过一番考证后 认为那位炼化星辰的存在 就在正道里 不是在五大仙门 就是在大夏王朝 正道为何提倡秩序 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修行 让中央大陆更繁华 但繁华之后呢 别忘了上古末期的惨痛经历 说不定那位存在喜欢收割生命 待生命重新繁华时 再度出手 楚舵主说的是不朽教的主流观点 楚舵主又补充道 咱们头顶的星辰 看似挂在天边 但你要是修为到了一定程度 飞到宇宙去看 就会发现那些都是上古时气流下的残疑 理论上有漏网之余 有真实存在的星辰 但肯定不会太多 楚舵主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陆阳三人真心信奉不朽仙人 看他们这副吃惊的样子 应当是没有问题了 行了 我知道这些信息给你们带来的冲击太大 都回去消化消化 还有 你们三人在三道考验中表现不错 现在舵中正是用人之急 大多数人正在牢房里休息 你们修位都到了住基期 符合成为直视的标准 我考虑了一下 提拔你们为直视 楚舵主给了三人三变牌子 代表住不朽叫直视身份 其实楚舵主一开始 就想让陆阳三人成为直视 刚才的一系列事情 只有成为直视才有资格知晓 楚舵主建议道 顺便 你们没事了 可以去探望你们的同道 听说牢里吃的不行 给他们送点吃的 可以联络感情 磨到利己 但也恩怨分明 下面都是勾心斗角的 他这个舵主也不好钱 不过楚舵主担心的 不是下属和陆阳三人斗心眼 玩手段 他担心的是下属被陆阳三人整死 陆阳满脸堆笑 大家都是同门兄弟 我们肯定会团结一心 为复活不朽仙人而共同努力 还请舵主放心 不知为何 楚舵主听完 反而不放心了 第八十二章 石子暗器 对了 舵主 上次吃饭 您末结账就走了 您是欠着 还是现在见 芒谷临走前问道 陆阳赶紧制止芒谷 住口 我等身为魔道之人 吃霸王餐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难道舵主是 那种吃饭给钱的老好人吗 孟锦舟也附和道 就是 之前舵主说的是他请客 又不是他结账 你怎么连这重区别都分不清 楚舵主 必须要承认 再挤兑人这一点 他是不如这三人的 他咬牙忍住 打死人的冲动 扔给满谷一定金子 不用找了 你们仨赶紧滚 满谷一脸猛逼 他是正常在要钱 怎么陆兄和孟兄说话的语气 不太对劲呢 像是帮自己说话 又像是帮舵主说话 三人离开时 已是深夜 陆阳看着头顶的璀璨星空 发出感慨 谁能想到天上的星辰 都是虚假的 一想不到 一想不到啊 孟锦舟挠了挠头 也没什么想不到的吧 我爷爷从小就跟我说 我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他也能摘下来 七八岁的时候吧 我就指着一颗星星说 想要这一颗 我爷爷就跃到宇宙 回来的时候 把指甲盖大小的光斑 放到我手上 说这就是星星 恰巧星空中少了一颗星星 我跟爷爷比划 说星星应该很大很大 比咱家院子都大 不是这磨小的 爷爷就神秘地笑着 说星星就是这磨小 后来呢 陆阳饶有兴致地问道 后来 后来刑部的人就过来了 貌似是个大官 说我爷爷盗窃自然自愿 让他把星星还回去 我爷爷就把光斑还回去了 夜晚空缺的地方 又出现一颗星星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但没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 时间淡了也就忘了 今天这么一讲 才知道我当初抓在手里的真的是星星 真不愧是孟家人 从小的生活经历就跟我们不一样 陆阳晃了晃脑袋 在想自己小时候在干什么 想起来了 他小时候在回忆穿越前的经历 贝贝古诗什么的 比如 威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他小时候只能在诗里能摘星辰 孟景周是真的能摘星辰 这就是差距啊 最近陆阳还考虑过 要不要写本小说赚钱 比如流浪地球什么的 但要是放在这个世界背景下 大概不是行星发动机推地球 而是修仙大能推着地球了 三人没有在想 星辰和大陆的问题 这重视情对他们来说 太过遥远 以他们的修为 别说挪动星辰了 搬大石头都费劲 早点休息吧 明天咱们去探望关在牢里的通门 三人打了个哈欠 到了住击期 可以用打坐代替睡觉 效果是一样的 不过三人更喜欢睡觉 打坐 金丹七在说 一大早 陆阳找到胃捕头 说明来意后 胃捕头很痛快地批好条子 让陆阳去大牢探监 刚踏入大牢 陆阳就感觉到 自身的灵力 像是被禁锢住一般 半点也调动不起来 身体都变得迟钝 这就是魏捕头说的禁灵阵 陆阳惊讶 没想到 禁灵阵真的如魏捕头说的那般厉害 魏捕头给陆阳批条子的时候说过 要留意大牢的禁灵阵 这是专门针对修仙者的阵法 禁灵阵范围内 修仙者的修位被禁锢 无法使用任何法术 这是为了防止修仙者结狱和越狱 大牢的禁灵阵级别很高 金丹七修士来了 也要被限制 没有例外 陆阳来的时候 恰好赶上狱卒换班 白班的狱卒打着哈欠 眼泪都出来了 迷迷邓邓的 像是没有睡醒一样 夜班的狱卒 马上就能休息了 心情不错 打趣道 老周 你平日里 不是最近什么 怎么今天这么困 不会昨天晚上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老周嘴巴张得很大 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才说道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总是睡不醒 早上起床都难 不只是我 我媳妇也一样 我来到时候 还洗了把脸 还是困 夜班的狱卒笑道 肯定是 你晚上 做了什么事 没睡好 你看我就不困 老周撇嘴 你是修仙者 跟我不一样 夜班狱卒摆手 不以为然 我就练弃一层 这辈子 能不能升到二层都难说 算什么修仙者 大牢的规矩 白班狱卒是凡人 夜班狱卒是练弃一层的修士 练弃一层的修士 能保证夜间不困 不会太多 修士都不愿意 被禁灵阵压制 和凡人一样 但大牢只有练弃一层的狱卒看守 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 又在牢外安排了暗哨 修士职守 交接班后 陆阳拿着条子 找到老周 老周看了一眼陆阳 搜身检查 发现他除了一个饭盒 什么也没带 便放他走了 持续龙 作为在附近郡县魔道散修 闯出名气的狠人 认为自己加入魔教后 一定会大涨宏图 打下一片地盘 成为当地土皇帝 如今深陷淋雨 也不能改变他的志向 既然身在大牢 那就先成为狱卤 挡在他面前的第一关 就是无法恐吓他人 他被关在筑基七都打不破的牢笼 手头上连武器也没有 关在隔壁的人嘴上不留情 不是骂人 就是讽刺 气得持续 聋牙痒痒 这时候 欲有沈静益想出办法了 他把石子含在嘴里 扑得一吐 石子就像子弹一样飞出 威力惊人 打在人身上 威力可想而知 沈静益身为杀手 擅长使用各种物件作为暗器 咱们同为患难兄弟 此时更要精诚合作 一同闯荡 沈静益很讲义气地说道 你学会我这一招 在大牢就是无敌的 咱们一起称霸大牢 持续龙大胃振奋 起早贪黑 努力学习 用嘴发射石子暗器 可惜 持续龙天赋不行 空有一身蛮力 一直没学会 你要这样 嘴巴里存气 扑得一下突出去 速度要快 沈静益正在做示范 努力交汇持续龙 我知道 不就是扑得一下 持续龙有些不耐烦 错了错了 你嘴巴撅起来得太小 像这样 这样 路阳站在牢外 看着互相撅嘴的持续龙 和沈静益 在思考要不要出声提醒他们 这种画面 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先用留影球录像吧 第83章 如实汇报 好久不见 我来送饭了 路阳态度亲切 都是在烧烤店练出来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锻炼 路阳的假笑 已经达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孟景周看了 都夸路阳笑的和他一样真 撅嘴的持续龙听到路阳的声音 猛的扭头 眼神露着胸翼 要不是你小子 把捕快叫过来吃饭 能有现在的下场 你怎么来了 持续龙语气不善 打一见面 这小子就冒充考官骗自己 前两天吃饭的时候 还挖坑 简直一肚子坏水 现在还假惺惺的送饭 肯定没安好心 比起自己这重杀人 无数的贵子手 持续龙觉得 还是路阳更混账 路阳并没有在牢里 戏耍持续龙的意思 大家日后 还要相互帮助 没必要把关系搞得那么僵 这也是舵主的意思 只不过 路阳耳朵不好 听成持续龙问他 是不是成为直士 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生成直士了 不过 你也不要太激动 只要你表现好 也能当上直士 想不到持续龙在牢里消息 这么灵通 说完 路阳还拿出腰牌炫耀 直士两个字 非常醒目 持续龙气得火冒三丈 老天爷瞎了眼 路阳又安慰道 你也别生气 首领还让我带话给你 听到是楚舵主传话 持续龙冷静了一些 想着舵主 还是很看重自己的 专门让人传话 他老人家说什么了 他说你最好 和我联络感情 持续龙勃然大怒 舵主还真是看重这小子 我死都不会和你打好关系 路阳见到持续龙 居然不听首领的话 叹了口气 留下些吃食就走了 罪犯们闻到食物的香味 留下口水 牢里可吃不到这抹好吃的东西 对其他人 路阳的态度就很好了 鼓励他们在牢中好好改造 争取出来以后 重新做人 造福中央大陆 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关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要在牢里关上十年八年 从牢里出来后 路阳如实向楚舵主汇报工作情况 我带着食物去大牢里探望持续龙 还说咱们之间有些误会 大家都是同道 日后少不了打交道 搞好关系也方便日后工作 我重点强调了 这是舵主您的意思 还说只要他表现好 也能和我一样成为直视 谁料持续龙大怒 破口大骂 说我当之是谁谁谁瞎了眼 他就算是死 也不会和我搞好关系 原话机不清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楚舵主眼神顿时冷下来 他说谁瞎了眼 路阳连忙攻身 抬头小心翼翼地看着楚舵主 诚惶惶惶惶地回道 那人地位太高 这是大不敬 我不敢说 楚舵主心中已有了答案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路阳叹气 心说这持续龙嘴上 真是连个把门的都没有 什么话都敢往外说 还请舵主不要说这些话 是我说的 或许是我计婚了 也说不准 楚舵主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这种事情他当然知道 路阳走后 楚舵主敲着寓椅 冷哼一声 好一个持续龙 敢说我瞎了眼 白天和往常一样 孟景州去逛街 满谷在后院锻炼身体 猖鬼大堂在穿穿 路阳在洗衣服 路阳的衣服是繁品 做不到一尘不染 可恶 我为什么学不会进衣咒 路阳嘟囔着 使劲揉搓衣服 三个人里面 就他需要洗衣服 等有钱了 一定买一件不用洗的衣服 前一阵子 他找孟景州学过静衣咒 孟景州自己不会进衣咒 但他有一本 日常生活小法术 还是他临走前 他妹妹偷偷塞给他的 书中就记载了 名叫静衣咒的法术 静衣咒 顾名思义 是可以让衣服变 干净的咒语 简单好学 三人围在一起学习 孟景州和满谷 最先学会 随着一阵清爽的灵气 从天降 原本脏兮兮的衣服 瞬间变得雪白 像是新的一样 孟景州和满谷都很高兴 在烧烤电干活 衣服很容易就弄脏了 非常麻烦 以孟景州的身价 自然有经过炼制的衣服 是一件法器 无需清洗 自动保持清洁 但这件衣服品质太高 一看就知道 它背景深厚 不利于在魔教前浮 陆阳法术天赋之高 是有目共睹的 他也学会了 只不过 效果有些出人意料 他施展完静衣咒后 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崭新的衣服凭空出现 当时陆阳沉默了许久 想骂人 但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骂 从顺序上讲 这是陆阳学会的第一个空间类法术 意义重大 从创新上讲 这是对境衣咒的创新 相当于创造了一门新的空间法术 从逻辑上讲 这没有逻辑 陆阳看着衣领贴着 给某某某 得标签 就知道 这衣服 大概率是才缝铺做好的衣服 定做衣服的人还没来 就被自己用空间法术召唤过来了 魏师魔 我施展的静衣咒 是直接召唤出一件新衣服 那我要是施展静衣咒 会是什么效果 陆阳怒道 觉得这是老天爷觉得自己才华横溢 再刻意限制自己的法术天赋 这种衣服 当然不能穿 这是别人的衣服 只不过 陆阳也不知道 衣服的主人是谁 想还也还不了 孟景周还热心地提出 他施展真正的静衣咒 帮陆阳洗衣服 经过一阵尝试后 以失败告终 静衣咒只能洗自己身上的衣服 陆阳总不能为了洗衣服 把衣服脱下来给孟景周穿 孟景周洗完衣服 再脱下来给自己 没办法 老老实实自己洗衣服吧 洗完衣服后 陆阳想把衣服晾到窗外 一个不小心 晾衣杆滑了下去 眼看就要砸到路人头上 小心 谁料路人身手极佳 一个侧身躲过静衣杆 陆阳赶紧下楼 发现路人是新熟人 在松山帮助自己打虎的月跪先公弟子 蓝亭 这都一个多月过去了 他怎么还在这里 陆阳不解 蓝亭低头 看着落在地上的静衣杆 沉默不语 额没微错 像是在思考问题 陆阳好奇地问道 你想什么呢 蓝亭脱口出 我在想 这辆衣杆 为何不往天上掉 而是往地上掉 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拽着世间万物 陆阳 第八十四章 蓝亭的秘密任务 陆阳在一旁吐槽 这重无形力量 无处不在 叫万有引力如何 蓝亭觉得声音耳熟 抬头看见了陆阳 咦 原来是你 近来说 陆阳担心蓝亭说出真实身份 蓝亭长相极美 翘生生地立在门口 十分惹眼 很容易被有心人偷听到两人的谈话 蓝亭一进来 就看见正在辛苦穿穿的娼鬼 意识到 这是虎妖留下的娼鬼 两只娼鬼兼陆阳和蓝亭一起走了进来 默默端起成肉的盆和签子 坐在角落的桌子旁 继续穿穿 看他们娴熟的动作 蓝亭还以为娼鬼生前 就是干这个的 后院的满谷听到动静 停止修炼 来到大唐 孟景周结束了一天的闲逛 进门就嚷嚷 听说了吗 严将军有独属于自己的节日 叫彩春节 就在半个月后 彩春踏青游山玩水 夜间还有诗词盛会 迎诗作乐 相当热闹 附近郡县的人都会过来 严将军本地人更是放假三天 我还打听到每年青楼在那几天涨价 赚得盆满钵满 咱们要不要趁机搞一波大促销 庆祝开店两个月大酬兵什么的 孟景周证明了自己并非单纯地出去玩 也在打探情报 只不过 这个情报对三人并没失魔帮助 蛮骨眼睛一亮 正要说话 就看到陆阳那没有感情波动的眼神 默默闭嘴 孟景周注意到兰亭 也很惊讶 我记得你 你是月桂仙宫的兰亭 他们为了开烧烤店 啊 不对 为了潜入魔教 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末走 兰亭又是为了什么 正是小女子 兰亭轻声细语地说道 兰亭也觉得 陆阳三人有意思 他在严江郡待了一个多月 再来一次烧烤店的大名 他有所耳闻 只不过他天生喜静 不喜宣闹场所 一直没有来 今日偶然路过 这才意识到 这家烧烤店 是相识的人开的 还是先门弟子 看样子 这三人是真的在严江郡 踏踏实实地干出一番大事业 难道温道宗的任务 除了降妖除魔 还包括开店赚钱 考虑到温道宗的风评 不是莫可能 蓝亭听师姐们说 温道宗的贡献点兑换奖励中 还有 宗主体验一日游 另外四的仙门 可莫这项奖励 这么长时间没离开严江郡 是在做任务 如果有需要 尽管开口 我们在严江郡 有熟络的捕快 大牢里也有人 陆阳热心地说道 同位五大仙门 理应互帮互助 如今陆阳三人说在严江郡 一手遮天都行 表面上是热心居民 帮助为捕头抓过犯人 捕快们经常来这里聚餐 暗地里 是严江咄咄咄主气中的魔道种子 真实身份 是问道宗的核心弟子 论背景 谁能比得过他们 蓝亭沉默 他来这里 是有一项秘密任务 不应与外人接触 不然之前帮助陆阳打虎以后 不会像指信的 要了两张虎皮就离开了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 事情毫无进展 他心里也着急 眼前这三人是个机会 说不定能帮助他 蓝亭沉默片刻 深吸两口气 稳住呼吸 对三人郑重说道 小女子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小女子今天讲的话 你们一定不要传出去 这关系到小女子的安危 你们听后也不要惊讶 三人见蓝亭这般郑重 挺直腰板 小女子要进入不朽教当卧底 三人齐齐眨了眨眼睛 以为出现了幻听 蓝亭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月桂仙公从特殊渠道得到的可靠消息 最近四大魔教都计划大规模招收信徒 药阳教已经招收完毕 其余三个魔教正在招收 严将军有一处不朽教分堕 叫严将堕 堕主神秘 身份不明 连姓氏都无人知晓 严将堕在不朽教所有分堕中 属于排名较为靠后的那种 成员整体修位偏低 正适合我这众筑机器弟子潜入 若是计划的当 混到严将堕高层也是有可能的 师姐们修位太高 太显眼 且在外界名气很大 不利于潜入 经过一番讨论 这项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 兰婷说的师姐名气很大 指的是师姐们长相过于漂亮 曾在某些禁书中登场 用来满足部分男性的幻想 兰婷叹气 只不过 小女子在严将郡待了一个多月 一直没有找到严将堕的位置 也不知道现在考验结束了没有 希望一切来得及 兰婷用充满希望的眼神 看着三人 尤其是看向非常可靠的陆阳 希望他们能提供帮助 三人默默地拿出舵主给的腰牌 只是两个大字 分外显眼 不好意思啊 我们已经是不朽教的人了 兰婷 哦 你不要紧张 我们的意思是 我们成功潜入不朽教 陆阳补充了一句 兰婷松懈下来 他还以为三人叛变了 原来只是卧底 等等 这也不对啊 你们是怎么进入不朽教的 陆阳有些为难 这该怎么说 就是很普通的参加考验 顺利通关 孟景周自豪地说道 我们在教徒选拔中表现优异 不朽教看 我们非常适合进入魔教 就选中我们了 芒谷没明白 孟兄自豪的地方在哪里 陆阳用通俗的语言 讲解了去虎妖巢学 找到秦元昊的信 根据信 找到秦元昊 进而得知了招募教重的事情 以及岩浆舵的位置 兰婷懊悔不已 早知道 当初就跟着陆阳一起行动了 现在白白浪费一个多月 连岩浆舵的入口都莫找到 人家都混到岩浆舵高层了 你们应该可以 和秦元昊一样 招募普通教重吧 把小女子招进去 可以吗 陆阳摇头 普通教重 接触不到不朽教的机密 你必须接受不朽教总部组织的考验 说实话 我不觉得你能通过考验 暴露身份的概率相当大 蓝亭垂下眼眸 有些失望 陆阳又说道 不过 我们可以给你伪造一个身份 说你是我的远房亲戚什么的 过来投奔我 你跟在我们身边 表面上在烧烤店打工 我们行动的时候 你在一旁帮衬着 这样也算完成一部分任务 真的可以 蓝亭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芒谷也没想到 烧烤店终于招到新人了 陆阳点头 当然可以 你作为助击妻 是向当强的站立 对我们大有帮助 只不过 你尝得太显眼 需要伪装一下 对了 你会变形术吗 不会的话 我可以教你 第85章 前门大街豆腐店 蓝亭见到陆阳一套 象形拳下来 变成了蛮骨的样子后 默默拿出一张黄色符纸 还是自己画一张变形符吧 不愧是以脑洞 和法术文明的先门 用拳法伪装成变形术 这是对法术 有何其深刻的感悟 才能做到这种事情 想必 陆阳道友对法术的感悟 已经达到剑法非法 剑术非术 直指本源的境界 同等集之中 蓝亭认为 无人在法术造诣上 比得过陆阳 陆阳这才想起来 之前蓝亭拿走虎皮 也是要制服 看来她在符纹领域 颇有造诣 蓝亭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小女子的眼睛 有些神异 对图案很敏感 能堪破符纹的核心 以及阵法的阵眼 天生擅长制服化阵 不过小女子精力有限 把主要精力放在制服上 阵法只是略懂 蓝亭说的谦虚 实际上这是一项非常了不得的天赋 这项天赋柱定能在符纹和阵法领域走得很远 令诸多符纹阵法大师羡慕 很快蓝亭就画好一张变形符 贴在身上 整个人从今夜的美貌变为普通 很是神奇 这样 烧烤店迎来新的店员 蓝亭加入烧烤店两日后 烧烤店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 有新店员的加入 三人的活轻松不少 陆阳注意到 蛮谷有些不开心 便一边帮客人上菜 一边用神识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看你似乎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蛮谷点头 不知道鹿兄注意到没有 最近几天 咱们烧烤店的客人有所减少 我算了这几天的收入 得确如此 陆阳一愣 他还真没注意这点 因为蓝亭 有女店员加入 生意会更好才是 不 在蓝亭来之前 就有所减少 我也没有想明白缘由 不知道是何处出了问题 蛮谷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陆阳没有在意 他巴不得烧烤店的生意少点 那你先想着 我去送饭 一个月前 在孟景州的提议下 烧烤店增设了外卖业务 白天在门口放一个箱子 谁想点外卖 就用纸写上想吃的烤串 配送时间和地址 晚上三人随机负责配送 今天轮到陆阳 最近几天陆阳没有在晚上出来过 这次走出来 他发现和以往比起来 街上的行人少了一些 或许是这个原因 导致烧烤店的客流量有所下降 陆阳想住 我看看 这次要送到哪去 前门大街豆腐店 温香玉很早就听闻 附近开了一家很火的烧烤店 他很想尝一尝 是否真如传说中的那般美味 不过自从丈夫去世 他继承了丈夫的豆腐店后 便很少在夜晚出去 并非他自夸 他肤白貌美 不知被多少人寄予 独自一人出去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后来他听说烧烤店 有外卖服务 他就在纸上 写好想吃的东西 投到烧烤店外的箱子里 最近几天 他都很困 今天更位严重 烤串还没送过来 他就抵不住困意 早早躺在床上 烧烤店的店员 应该能叫醒自己 如智是最近 让捕快们头疼的小偷 他常常趁着夜间 潜入他人家中 趁人家熟睡时 盗窃钱财 然后迅速撤离 吉少留下线索 捕快询问周围灵社 得到的答案 也是当时睡得太沉 没有留意外面的动静 他这次把目标 放在前门大街的豆腐店 豆腐店老板娘 是有名的俏寡妇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这今年赚的钱 让周围的店家眼红 如智伸手矫健 像是一只猴子 悄无声息间爬到房顶 身子一扭 打开二楼窗户 应该睡着了 如智十分自信 他偶然间得到一张 让人沉睡的黄纸符文 贴在房子外面 周围五十米的人 都会受到影响 睡死过去 这一招百事不爽 如智捏手捏脚 平住呼吸 看到躺在床上的美人 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微笑 然后转身去橱柜里 翻找值钱的东西 按照他的经验 女人都喜欢把东西放在这里 没有 如智皱眉 扭头看向豆腐店老板娘的位置 既然这里没有 那就应该在床下 他小心翼翼蹲下身子 向床下探去 心脏一致 床下居然有一张人脸 鬼啊 郑守和是最近让捕快们头疼的采花贼 他常常提前藏在单身女子家的床下 趁女子熟睡之际 从床下钻出 垫于了女子 不过 他有时候会遇到女子偷情的情况 他就只能老老实实躲在床下硬等着 他这次把目标放在前门大街的豆腐店 豆腐店老板娘是有名的俏寡妇 不知勾走了多少人的魂 郑守和和以往一样 早早地躲在床下 等到夜晚来临 和豆腐店老板娘来一次雨水之欢 好困 郑守和从未像今天一样发困 他以往都是越等越精神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困意一直往上涌 他上下眼皮打架 尝试睁了鸡刺眼 无法抗拒困意 睡了过去 一声尖叫 把他吵醒 像是在喊鬼什么的 郑守和猛地睁眼 看到卢志趴在床下惊恐地看着自己 他猛地出手 一把捂住卢志的嘴 从床下钻出 另一只手从腰后拿出匕首 抵在卢志的脖子上 郑守和又看到 在床上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的温香玉 显然温香玉也被卢志的叫声吵醒了 捏起来 今天是什么倒霉日子 郑守和骂骂咧咧的 找来绳子 把卢志捆起来 想着享受玩温香玉 便把两人都杀死 这时 楼下传来敲门声 有人吗 我是来送外卖的 郑守和择了一声 今天的运气真是糟糕 他把卢志捆起来 让温香玉和自己一起下楼 郑守和用匕首威胁温香玉 低声说道 你让外面的人离开 严将军的人都知道豆腐店俏寡妇是一个人住 如果自己让外面的人离开 对方听到是男子的嗓音 势必会起一心 你把东西放到门口就行 我一会出去拿 温香玉用软绵绵的声音喊道 不行啊 你还没给钱呢 门口的人回应道 郑守和面露狠色 既然你找死 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第八十六章 逆寿圆服 给他开门 郑守和紧握匕首 抵在温香玉后背 温香玉没有办法 只能开门 开门后 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孔 正是陆阳 温香玉拼命给陆阳使眼色 让他赶紧跑 陆阳像是莫看见一样 脸上露出职业假笑 你的考串 郑守和也露出职业假笑 对方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把他骗进来太容易了 这位小哥 你先进来坐坐 我给你拿钱 陆阳信以为真 走了进来 看屋子里 飞漆漆一片 笑道 连灯都不点 这么早就睡了 温香玉见陆阳 傻乎乎地进来了 心中大吉 他心一横 要把陆阳推出去 郑守和岂能看不出 温香玉的一样 已经晚了 他冷笑一声 把温香玉扔到身后 匕首在黑暗间刺向陆阳 郑守和长期处于黑暗中 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 对方从街里走进来 定然要一个过度时间 适应黑暗 这就是机会 看来注定今晚是个流血液 陆阳一脚 把郑守和 踹出四无迷远 跟修仙者讲什么科学 郑守和没料到陆阳这一脚 这一脚太重太沉 像是一块巨石砸在胸口处 眼貌惊心 肋骨断了树根 大口吐血 他一时到碰到了狠叉子 狭活命 必须利用人质 郑守和强行用意志力 压制胸口的痛苦 翻身去抓温香玉的手腕 你要是再动手 我就杀了他 郑守和恶狠狠地威胁 郑守和怀中的人冷笑 你要杀谁 郑守和低头 惊恐地发现他抓住的并非是温香玉 而是陆阳 陆阳一巴掌顶住郑守和的下巴 另一只手夺过匕首 又随手卸掉郑守和的四肢 什么运气 送的外卖都能遇到这么多事 陆阳吐了口气 点燃蜡烛 房屋亮起昏暗的光 温香玉没想到 这一切的变化如此之快 烧烤电电小二 像是神人将士 凶狠地歹人转眼间就被制服 没事吧 陆阳扶起带坐在地上的温香玉 没 没事 没事就好 给考串钱吧 陆阳礼貌地说道 啊 哦 哦 温香玉这才想起来 陆阳是来送外卖的 顺便救下自己 温香玉给了陆阳前后 觉得后怕不已 想随便说点什么 缓解心中的恐惧 你 你是修士 对啊 修士也开店 为了生活吗 躺在地上哀嚎的郑守和 懊悔不已 什么运气 出门就遇到修士 现在修士 已经混到送外卖 维持生计的地步了吗 陆阳看温香玉 一副劫后余生的样子 失笑摇头 我陪你一起 去报案吧 谢谢 温香玉想起来楼上的小偷 对了 楼上也有一个人 应该是他的同伙 温香玉一醒过来 就看见郑守和和卢志 以为这两个人是一起的 只不过因自己的美貌发生内讧 陆阳来到楼上 见到捆得结结实实的卢志 也以为是郑守和的同伙 还是团伙作案 如智喊冤 你别乱说 我跟那人不是一伙的 他是绑匪 我是小偷 我们两个人的量刑 起刑点都不一样 陆阳乐了 你还挺懂刑律 我们这一行作案之前 都先查查法条 看看能盼几年 如智说道 看得出来他很懂行 那走吧 去衙门看看 你能盼几年 如智听到去衙门 吓得连忙求饶 别别别兄弟 咱们有事好商量 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的 何必逼得这么狠 你看这样 我给你个好东西 你放我一马怎么样 陆阳打量着卢志 看他就是一个凡人 什么好东西 可以让人睡觉的黄纸 有了这张纸 你想让谁睡觉 谁就睡觉 你想对他做什么 就能做什么 陆阳联想到 最近的种种一样 眉头一皱 意识到问题不简单 寒生问道 东西在哪 卢志又不傻 哪能你问我就答 你先答应放了我 陆阳庄严发誓 我持续龙对天发誓 如果我不放了你 持续龙就天打五雷轰 卢志大喜 黄纸就在一楼外墙角落 显然 卢志也不是很聪明 陆阳从二楼跳下去 绕着一楼走了一圈 果然发现了一张黄纸 黄纸画着陆阳看不懂的符号 像是某种符咒 他将符咒收好 回到二楼 这东西你是从哪得到的 就在大石桥下面 我有一次乘船逃跑 偶然抬头看见大石桥下面贴着一张黄纸 陆阳点点头 去楼下接好郑首和的腿 扭送两人去衙门 温香玉一步一驱地跟在后面 喂喂喂 你说话不算数 卢志大叫 陆阳冷笑一声 挨雷批的是持续龙 跟我陆阳有什么关系 正巧今天晚上是魏捕头值班 当他看到 陆阳压着两个罪犯到衙门的时候 生出一种 又是你 的感觉 魏捕头听完两名罪犯的情况 收起玩笑心思 严肃起来 这个正守和有命案在身 是重刑犯 陆阳是大公一件 这是卢志说到的黄纸 陆阳把黄纸递给魏捕头 他已经记下黄纸上的符号 魏捕头接过黄纸 也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他听说下面有些人白天犯困 他本人没有感觉 以为不是什么大事 现在看来 是有人刻意在搞鬼 现在的严将军 藏着不知多少这种黄纸 不过魏捕头也不知道 黄纸上的符文代表着什么意思 等到白天 总捕头上班 去询问总捕头 谢谢了呀 明天再给你 送去一面锦旗 魏捕头给陆阳和温香玉 做完口供 挥手告别 临走前陆阳去了一趟大牢 找到持续龙 我有一个叫正守和的兄弟 要进来一阵子 麻烦你照顾他一下 持续龙冷笑 你也有求我帮忙的时候 照顾 我的土狮子神功 已经练到大成 看我怎么收拾他 陆阳将温香玉 送回豆腐店后 态度坚决地拒绝了 温香玉送上来的豆腐 折腾了这么一圈 烧烤店已经收工 陆阳回去的时候 两只猖鬼 正在洗盘子 陆阳把黄纸上的符文 画给兰亭 你看看这个符文 效果是不是让人陷入睡眠 兰亭仔细端详一番后 露出惊讶的神情 你从哪找到的 这是逆寿源符 死符会吸收人的寿源 被吸收的人 对外表现是精力不济 是睡 这种符文 只对凡人有效 不会对修仙者 产生丝毫影响 第87章 藏在官府中的卧底 现在有许多人 表现出是睡症状 难道说 逆寿源符 已经开始吸收 普通人的寿源了 蓝亭摇头 并非如此 寿源是性命之根本 没有那魔轻易撼动 听你描述 最近几日 人们才表现的是睡 如今只是前奏 最少也要过半个月 才真正开始吸收寿源 正是吸收寿源的过程 极为漫长 且难以察觉 但逆寿源符 也有强行发动的方法 什么方法 陆阳追问 蓝亭严肃地说道 以逆寿源符为节点 摆成逆寿源符 以人血为瘾 无需等待半个月 可激活大阵 用凡人寿源 提升自身修位 实际上 逆寿源符 和逆寿源符 是相当冷门的知识 只有寥寥 几本书上有过记载 且因逆寿源符 是实打实的邪门歪道 记载逆寿源符的书籍 被列为禁书 就算是那些学识渊博的阵法 大家可能也只是听说过 逆寿源符的名字 不认识逆寿源符的图案 也就是蓝亭出身月桂先公 有资格接触这些禁书 他自称对阵法一道 涉猎不深 如今显露出的 知识储备绝非 涉猎不深 这四个字所能评价的 蓝亭又说道 不过 写逆寿源符之人 应该不会逆寿源符 逆寿源符未发动前 连是睡的征兆都没有 更加隐秘 不过 也可能是逆寿源符正在布置 还未完成 孟景周和满谷在一旁听着 同样意识到 问题所在 现在整个严将军的人 都有是睡的意思 说明逆寿源符影 藏在严将军各个位置 暗中之人所图甚大 逆寿源符发动后 能把施术者提升到什么境界 蓝亭摇头 说不好 这要看阵法会吸收多少寿源 目前还看不出来 走 去大石桥看看 那里说不定还有 陆阳叫上三人 严将军西侧 有一条名为尹龙江的大江 尹龙江途径 严将军这一段流速平缓 常有人喜好在此游玩 是严将军的一大特色景点 严将军之名的 严将 二字便由此而来 入室盗窃未遂的卢智所说的 大石桥 就在这里 此时正值深夜 尹龙江尚空无一人 四人结伴找到大石桥 上下都翻找了一个遍 也没有找到新的逆寿源符 果然对方也不傻 不会在一个地方放两张逆寿源符 第二天一大早 魏捕头就找到总捕头房清云 小魏 找我有什么事 师父 你有没有留意 最近严将军民众 普遍晚上睡得早 早上起不来 房清云点头 是有这模回事 我觉得 有可能是严将军消费水平提高 但收入没有提升 导致民众生活压力大 白天努力干活挣钱的缘故 魏捕头痛苦地揉着眉心 谨慎组织措辞 师父 我知道您很想升职 最近在读社会经济类书籍 为日后升职打好基础 但您有没有想过 您压根就不适合搞发展 有话就说 有屁快放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有热心民众 抓住了一名入室盗窃的小偷 据小偷交代 他偶然间得到一张让人昏睡的符纸 大致可以让方圆五十米的人发困 魏捕头从贴着封条的盒子里 拿出符纸 封条有封印的效果 他发现 昏睡符纸对自己没有效果 对普通人效果极佳 和他一起值夜班的人都睡着了 他只好把符纸锁在盒子里 您认识这东西吗 房清云端详片刻 摇头表示自己也不认识 李俊守见多识广 或许他认识 两人一起找到李俊守的时候 李俊守正 埋头出李正悟 两人对李俊守钦佩不已 李俊守作为金丹七修士 来严将军二十年 严将军和之前 没有丝毫变化 但每当上集来 严将军视察 以及李俊守去上集 做汇报的时候 严将军总会露出最好的一面 彭复这二十年 严将军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俊守 在下有事相报 房清云说道 李俊守放好毛笔 示意两人坐下说 魏捕头如是汇报昨晚的情况 并拿出符纸 请李俊守过目 李俊守眯着眼睛 轻易一声 像是想起什么 陷入沉思 过了几分钟才说道 如果我记忆没有偏差 这是逆寿原符 三十年前 我在鄱阳郡负责打击魔道工作 和其他郡的同行交流经验的时候 有同行介绍过这种符咒 说这是逆寿原符 可惜人寿原 转化为修位 是毫无争议的魔道手段 李俊守肃穆地说道 彩春节在即 届时会有大量其他郡县民众过来游玩 既包括普通人 也包括修士 彩春节是我们严将军对外最响亮的招牌 不能出任何纰漏 你们务必要在彩春节开始前 抓住张贴这些福祉的魔道之徒 这些魔道之徒简直无法无天 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房总部 这件事你要尤为上心 逆寿原符一旦成了气候 后患无穷 接着李俊守画风一转 当然 如果你抓到罪魁祸首 也是大功一剑 我会向上面汇报的 如果可能的话 你最好修位突破一次 这样升迁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是 末世了 你们就走吧 我等会还有一个会 第二天 陆阳等人还想继续跟巨线所 去找逆寿原符的位置 还未出门 楚舵主就派人传话 让陆阳过来一趟 陆阳不明白 为什么楚舵主只教了自己 他暗暗警惕 觉得事情有些古怪 楚舵主坐在浴椅上 手掌撑着脑袋 戴着面具 声音嘶哑 听说你昨天晚上抓到小偷 还找到了一张 让人昏睡的黄符纸 陆阳恭恭敬敬地说道 是 我怀疑 黄符纸是咱们磨道的手段 想找到写下符纸之人 杀人越货 学会画这种符纸的记忆 楚舵主摆手 在官府面前打好关系 固然是必要的 不过这次不同 这件事件 官府会大力追查 有金丹七修饰介入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你不要再插手 免得暴露身份 把自己卷进去 不过是一张让人昏睡的符纸 不值当冒风险 陆阳心一惊 昨天晚上的事情 楚舵主今天上午就知道了 而且还知道 会有金丹修饰出手 这件事连自己都不知道 严江舵在官府中安插了卧底 第八十八章 学习隐身符 刚进入严江郡的时候 芒谷曾提议 把严江舵的事情 告知当地官府 一同寻找秦元昊 被陆阳和孟锦舟 以官府不可欣慰有否绝了 如今看来 两人的担心不无道理 严江舵在官府中安插了卧底 且地位不低 楚舵主慢条斯理地说道 陆阳 在严江舵高层中 我最看好的就是你 彩春节后 上面会派人对严江舵进行考察 这次考察和以往不同 这次有了你 孟锦舟和满谷三明磨到种子 上面的评价会对我提高不少 我有极大的几率升迁 如此一来 舵主的位置空了出来 按照惯例 新的舵主会从本舵高层中选出来 你虽资历尚浅 但考虑到教主对你的评价 被上面任命为新的舵主 也不无可能 你的竞争对手们 现在还关在大牢里 三天后才能出来 如此愚蠢的行径 上面对这些人的评价 不会太高 彩春节是附近几个郡的大节日 影响不小 如果在这中节日里 闹出一些事情来 上面会对你高看一眼 楚舵主若有若无的提点陆阳 陆阳把楚舵主的话 告诉了孟锦舟等人 孟锦舟和满谷都很庆幸当初选择的是给秦元昊造谣声势 没有找官府帮忙 不然 哪还有这魔红火的烧烤店 陆阳觉得 他们的关注点 是否有哪里不对 就是不知道 到底谁是楚舵主安排的卧底 四人都很为难 他们不知道 官府当中 谁有资格知道皇府的事情 不怕 等你当上舵主 就知道谁是卧底了 楚舵主这魔器重你 走之前肯定会告诉你的 孟锦舟哈哈大笑 想不到陆阳这魔快就升职了 陆阳要是升职 他和满谷还不是想怎么在岩将军折腾就怎么折腾 有人照着就是好 四人正讨论的热闹 门外就传来魏捕头的敲门声 小鹿店主 我又给你送锦旗来了 陆阳开门 热情地把魏捕头迎进来 哟 都在呢 真热闹 魏捕头随口说道 我们正讨论昨天的案子 听陆阳这么说 魏捕头严肃地警告道 小鹿店主 昨晚的案子 你一定要保密 不要再和别人说 我也知道 你们都不是普通人 是修士来这里体验生活的 有时候还建议永卫 但这次不同 这次涉及到心狠手辣的魔道修士 稍有不慎 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一定不要 寻找福祉的主人 陆阳失效 魔道告诫他 不要掺和这件事 正道也告诫他 不要掺和这件事 你别笑 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 魏捕头还 以魏捕阳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陆阳板起脸 保证自己 不再掺和这件事 魏捕头这才放心离开 喝点茶再走吧 魏捕头摆手 不了 领导催得急 我还要带人去寻找其他福祉 送走位捕头后 陆阳四人担心衙门人手不够 不一定能抓住暗中之人 这件事 要是出了偏差 不知有多少人的寿源 会被暗中夺走 陆阳低头沉思 咱们已经学会隐秘气息之法 不过单纯的用隐秘气息之法 不一定安全 他抬头看向 正在合唱鬼门一起学习串考串的蓝亭 有了想法 蓝亭道友 我有一事相求 蓝亭笑道 大家同位仙门弟子 一起斩妖除魔 我现在还是你的手下 不用这魔身份 叫我蓝亭就好 陆阳从善如流 蓝亭 你能教给我们隐身符吗 蓝亭明白了陆阳的意思 你的意思 是想用隐身符隐藏身形 暗中出手帮助未捕头 陆阳点头 当然没问题 隐身符不是什么太难的符文 只要天赋 没有太糟糕 半天就能学会 孟锦舟和满谷听说 又能学习新东西 而且还不是陆阳教的 非常兴奋 你们三个学过符路吗 三人齐齐摇头 蓝亭没有意外 那就从头教你们 蓝亭也很兴奋 这是他第一次叫别人东西 在月桂先公的时候 都是师姐教他 现在终于轮到他当老师了 符路的本质 是将法术以图形的方式具现化 落到纸面上 你们三人出身问道宗 法术方面天赋都不差 学起来会很容易 符胆是一张符令的灵魂 一张符能否充分发挥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符胆镇守其中 符路中最常使用的图案是云路 云路即模仿天空云气变换型壮而造作的图案 取之于自然 具体到隐身符上 便是以 刚 为符胆 以缥缈的定式云路为图 蓝亭指尖沾了点清水 持走龙蛇 没几下便在桌面上画出一道隐身符 他用手心一吸 隐身符就脱离桌面 吸附在手心 蓝亭往身上一拍 就在三人目不转睛的注视下 消失不见 几吸后蓝亭出现 但笑道 这就是最初级的隐身符 只能从视觉上隐去身体 你们应该能通过呼吸 心跳等细节察觉到我的位置 三人点头 就算如此 那也是相当厉害了 你们试一试 经过半天的学习 三人对符路有了初步了解 拿出文房四宝 开始尝试写隐身符 他们还做不到 以水为符的地步 孟景周常年练习书法 写的一首好字 周毛笔的右手和手腕急稳 他在笔尖运转灵力 很快就画好一张隐身符 和蓝亭画的有八分像 多画几次后便和蓝亭的相差无几 孟景周笑嘻嘻地贴在身上 果真消失不现 芒谷在这方面天赋要差一些 对灵力控制得不够精细 尝试了几十次才成功一次 随着尝试次数增加 成功率越来越高 蓝亭暗暗赞叹 不愧是问道宗的弟子 天生对福禄有天赋 陆阳怎么样了 蓝亭看向陆阳 陆阳也很快就写好一张隐身符 而且是一次性成功 天赋极其可怕 陆阳把隐身符贴在身上 整个人都消失了 不过只有人消失了 衣服还在 跟闹鬼一样 什么鬼 神奇的事情发生 衣服会说话了 陆阳想着 反正现在是隐身状态 干脆把衣服脱下来 然后他绝望地发现 隐身符符纸还能看现 这算各屁的隐身 他差点要把隐身符符纸撕下来 幸亏理智还起作用 没有让他这样做 第八十九章 蓝亭的成长 蓝亭对自己的教学能力 产生深深的怀疑 他听说陆阳 是以第一名的身份 进入问道宗的 其法术天赋绝对 堪称一流 譬如之前的象形权 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是出神入化 化腐朽未神奇的法术天赋 怎么自己一教 就变成这样了 自己教错了 不应该啊 师姐教自己 是这魔教的 自己教梦景周和蛮谷 也是这魔教的 没出问题啊 难道说自己低估了 陆阳的法术天赋 对于这种超越 寻常天才的天才 需要用特殊教导方法 在怀疑自己的同时 他还产生了愧疚之心 陆阳眉心眉肺的研究 自己的符咒 全然不知 一位俘虏天才 应教不会自己 而陷入自我怀疑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俘虏 可以让其他俘虏隐形 这样 我的隐身符就消失了 孟景周考虑了一会 才说到 我很难想象 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 研究出你说的这种俘虏 陆阳垂头丧气的 穿好衣服 继续练习化隐身符 结果和之前一样 该身体隐身身体隐身 该衣服不隐身 衣服不隐身 反观蛮骨 画得一次比一次规范 让兰婷很有成就感 孟景周幸灾乐祸地嘲笑陆阳 哈哈 放弃吧 你是不可能画出正宗的隐身符 陆阳发怒 两指捏住隐身符 贴在孟景周脑门 带 妖念 吃我一服 孟景周身体消失 衣服还在 他不甘示弱 也掏出隐身符 打向陆阳 倒是 别以为就你会画符 陆阳脑门 也被贴了一张隐身符 身体和衣服 完全消失 两人互相用隐身符攻击 打得有来有回 毫无攻击性 满骨夹在两人中间 专心致志地画符 不受两人的干扰 画好了 满骨满意地 拿起一打成功的隐身符 经过不断练习 他画隐身符的成功率 已经接近百分之百 孟景周和满骨 顺利出师 陆阳拿着蓝亭画的隐身符 顺利出师 对了 蓝亭 你知道 逆寿园阵 是如何布置的吗 陆阳问道 他在想 暗中之人 是不是真的在用逆寿园符 布置逆寿园阵 只是还没有完成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等找到十几张 逆寿园符以后 按照逆寿园符的位置 很容易就能推算出 其他符路的位置 蓝亭点头 以自身凌厉为险 在空中勾勒出一张 极为精细的阵法 节点足有上千个 逆寿园阵规模大 节点多 暗中之人 若是只有寥寥机人 考虑到需要在隐秘位置 张贴符路 他们是无法在短时间 内部制完成的 知道了 那麻烦你看店 我们三个出去一趟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陆阳说道 啊 小女子看店 蓝亭有些不安 她在月桂仙宫 都是听从师姐安排 没事磨主线 现在让她看这磨大一个店铺 心里多少有些墨底 墨事墨事 不会出什么墨事的 有事 你自己做决定就行 陆阳不觉得 这有什么问题 说完就走了 陆阳三人走后 蓝亭想到自己 暂时接管这磨大一个店铺 坐立不安 布个聚灵阵吧 蓝亭自语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聚灵阵是修饰修行的基础阵法 她发现烧烤店里还没有聚灵阵 也不知道陆阳三人是怎么修炼的 大家都住在二楼 那便在二楼布置 聚灵阵是最基础的阵法 蓝亭布置起来得心应手 她从身份预牌里掏出零食 按照上课教的内容一板一眼布置 再布置一个凝神阵吧 能快速进入修炼状态 还有隔阴阵 安静一些 蓝亭坐视细心 考虑到聚灵阵效果太好 会引起其他修饰注意 便又布置一个隔绝灵气波动的阵法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蓝亭对自己的细心很满意 你好 请问有人吗 楼下一道声音传来 吓得蓝亭一击灵 听声音好像还是名女子 蓝亭下楼 见到一名皮肤白皙的女子站在门口 正考虑要不要迈进来 你好 请问您是 我是前门大街开豆腐店的 我叫温香玉 请问小鹿店主在吗 温香玉声音温柔 听的人一阵酥麻 她出去了 你有什么模式吗 蓝亭想起来了 陆亭在讲述如何找到逆寿园服的时候提过一嘴 啊 是这样的 这不是彩春节快到了吗 我想和咱们烧烤店联合搞一次活动 蓝亭请温香玉进来 端茶倒水 什么活动 不是我自夸 我家豆腐店平日里有许多客人 等到了彩春节 客人就更多了 我在想 能不能设置这样一个活动 来我家豆腐店买豆腐的 可以在你们这里吃烧烤打九折 在你们这里吃烧烤的 到我家豆腐店也能打九折 还有幸运大转盘 面具什么的 面具 温香玉拿出几张面具 面具四四方方 看起来白白嫩嫩的 像是一块豆腐 这是根据我家豆腐店吉祥物做的面具 销量很高 蓝亭想了想 觉得温香玉的提议不错 对烧烤店生意有意无害 又想到陆阳说看店期间 全全交由自己做主 便应笑了 温香玉见蓝亭同意自己的主意 很是高兴 两女便从活动的各种小细节聊了起来 从转盘奖励是什么 一直聊到万有引力是什么 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牵引住世间万物 陆阳也同意我的观点 并将这种力量命名 未万有引力 不过陆阳认为 这种无形的力量 是自然产生的 我认为是有人布置了巨大的阵法 吸引住我们 哦对 你不知道阵法 我跟你讲 阵法非常有意思 这本 阵法真简 对阵法的描述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温香玉来的时候抱着感激陆阳的心 走的时候满脑子 都是阵法原理 送别了温香玉 蓝亭注意到 在角落里穿穿的猖鬼 脑海里冒出一个想法 陆阳想法天马行空 想要教好他 是不是就要学习他的思维模式 比如 自己可以以悬浮阵 聚火阵等阵法为基础 设计一款自动烧烤阵法 咦 好像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第九十章 不建议魔道修士来烧烤店吃饭 此时陆阳还不知道 蓝亭谈成了一笔大单子 他正使用隐身符和藏匿术 跟在观差后面寻找逆寿原符 三人兵分三路 尽可能多得找到逆寿原符的位置 看得出来官府对逆寿原符及其重视 几乎是倾巢而动 要把严将军翻个底朝天 官府先是统计民众 容易在什么地方感到疲惫和困意 画片分区域寻找 总补投房青云 更是画出两道分身 一道真身和两道分身张开神石 带领大队人马去搜寻符禄 房青云修位太高 陆阳三人莫敢跟在房青云后面 没过多久 就有官差找到一张逆寿原符 藏在暗处的陆阳默默记下位置 等到了傍晚 陆阳三人会合 拿出岩将军地图 在上面标注上逆寿原符的位置 大师瞧一张 前门大街烟纸垫一张 典当铺一张 这就是目前找到的六张逆寿原符位置 单凭证抹点信息 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按照逆寿原符布置的 明天再看看吧 三人回到烧烤店的时候 看到兰亭戴着豆腐面具 专心改进自动烤串阵法 烤串悬浮在桌子上 经受高温灼烧 两只猖鬼跪在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感谢兰亭的大恩大德 把他们从无尽的烧烤中拯救出来 陆阳满脑袋问号 他们出去了不到一个下午 这是发生了什么 你这面具是从哪来的 兰亭略带炫耀地说道 哦 是你昨天晚上救下的那个豆腐店老板娘送过来的 她还说要在彩春节期间和咱们烧烤店一起进行活动 这是我们两个人商议后写的活动计划书 小女子昨天打工的时候发现只有两只猖鬼在烧烤 效率太慢 有些顾客等得不耐烦 小女子就设计了这款自动烧烤阵法 极大提升了效率 自动烧烤阵法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阵法 属于创新 等小女子回到仙宫 还能用这个去兑换供限点 这阵法也简单 说不定日后还能大规模推广 月桂仙宫和问道宗一样 有类似的长期任务 陆阳 看来烧烤店的高速发展是挡不住了 孟景周笑嘻嘻地拿过豆腐面具 这豆腐面具还挺好看的 来 一人一个 陆阳你看看 这豆腐面具和你多大 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啊 陆阳看着四四方方的豆腐面具 翻了个白眼 不合智障一般见识 收下了面具 蓝亭又说道 我在二楼还布置了聚灵阵 隔音阵等方便修炼的阵法 这是陆阳静殿以来听到的唯一好消息 这太破费了 布置阵法用到不少零食吧 你算算用了多少 我们三个戳 蓝亭白手 用不了几个零食 都是零花钱 孟景周猛地抬头 警惕地看着蓝亭 他头一次在炫富领域遇到对手 蓝亭的道来让三人生活安逸不少 白天可以专心 搜寻福禄 十日下来 陆阳三人掌握了二百多张福禄的位置 和逆寿园阵的节点一模一样 找到规律后 他们去其他节点位置寻找 果真找到了逆寿园福 怎么办 要告诉位捕头吗 孟景周问道 陆阳有些为难 要是告诉位捕头逆寿园福的位置 那位捕头的上司肯定也就知道 有人在暗中帮助他们 楚舵主得知消息后 说不定会怀疑到他们三个头上 但要是不告诉 这逆寿园服帖在严江郡各个地方 总归是隐患 小二 来两百串羊肉串 两百串牛肉串 一道豪迈的声音响起 就连后院的猖鬼也听得一清二楚 放在平时 这道声音所含的信息量能把他们吓得混蛋 但现在嘛 有了自动考穿阵法 他们的工作量大大降低 别说来两百串羊肉串牛肉串 你就算再来两百串猪肉串 我都不怕 再来两百串猪肉串 豪迈的声音继续喊着 看起来是个有钱的主 陆阳眯眼 觉得声音的主人有些眼熟 是参加交中选拔的一丈红 跟在他后面的两个人和一丈红一样 也是住基期 这三人并未通过选拔 会被认出来吗 芒谷问道 他们三个可是冒充考官坑过一丈红 陆阳摇头 不会 舵主说过 为了分舵的隐秘性 没有通过选拔的人都被总部洗去了记忆 他们记不清交中选拔的事情 一丈红剑迟迟没人招待自己 搓着嗓子喊道 人呢 聋了 来了来了 客官你要点什么 陆阳一路小跑着出来 一丈红态度蛮横 猪牛羊肉串各两百 其他的你看着上 爷爷听说你这里好吃才过来的 要是不好吃 看我不砸了你的铺子 显然他没有认出陆阳 要是认出陆阳 会直接砸了铺子 陆阳笑脸相迎 点头哈腰 客官放心 我们家的烤串绝对好吃的 让你想吃一辈子 一丈红冷哼一声 没搭理陆阳 一丈红的两位同伴也眯着眼睛 不屑和陆阳说话 陆阳给孟景周传音 通知未捕头 说这里有三个铸鸡漆磨道散修 让他带人过来抓 这群磨道散修杀人如麻 按照刑法不知要处死机会 陆阳可不会心慈手软 让你见识一下磨道手段 举报 孟景周一愣 传音道 咱们没证据吧 从哪能看出 他们是筑基器磨道散修 魏捕头能信吗 陆阳冷笑 这有什么不能信的 就说 咱们注意到 他身上有一丝让人昏睡的福禄 孟景周明白了陆阳的意思 他们手头上 有几张逆寿原福 正好用来栽赃陷害 行 我去去就回 孟景周小跑出去 魏捕头听说 竟然出现了三位助击七魔修 还一次持有逆寿原福 这可不是小事 连忙上报房清云 房清云听后 没有犹豫 当即带着大队人马围剿三人 不管是否持有逆寿原福 光凭三位助击七魔修 就值这个阵容 房清云来到烧烤店 释放金丹七威亚 另一帐红等三人动弹不得 再大手一挥 威严下令 拿下他们 搜身 一帐红等三人 还没有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庶民柱击七捕头情下 嗯 在地上 什么情况 在你们严将军 吃烤串犯法吗 然后魏捕头在一帐红身上 搜出大量逆寿原福 远不是陆阳栽赃陷害的那几张能比你的 果真是你们贴的逆寿原阵 房清云死死地盯着一帐红 都是因为他 这几天自己都没休息 陆阳 孟景周 不是 你们要不要这么配合 一帐红等三人更是纳闷 他们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 不留一点线索 为师母捕快会 过来抓他们 哪出问题了 定 如果要从以下几个女生中 选择一位作为女朋友 你会选择 A 成绩差 脾气大 位于学校食物链最顶端 但却对你敞开心扉 愿意为你好好学习的女孩 B 性格淡漠 喜欢读书 追求自由 拒绝所有亲密关系 唯独对你露出笑容的天才少女 C 热爱生活 阅历丰富 满世界流浪 最后只想待在你身边的性感学姐 王哥冷笑 只有小孩子才会做选择 大人都知道 选了也没用 没用我也选 会不能给你 沤心之一